你好 请你 请做个 请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丁一铃 我现在是那个杭州树莞大学大的学生 我现在目前在杭州的话已经待了差不多两年了 然后还是挺喜欢杭州这个城市的 你是哪个省的人? 我是浙江省的 你在杭州多少年? 两年 我刚好玩的时候就在 那个 就到了这边 你在杭州没有家人吗? 有一个姑妈 然后还有我杭姐就在这边 在杭州他们做什么? 他们有 我同姐的话她是在一个单位上班 我姑妈的话主要是照顾他们的孩子 你上什么大学? 黄州是在大学? 上了多年 多少年? 对 两年 你的大学在杭州的哪个地方? 在渔航区 你住在学校小园里吗? 我是住校的 你觉得你的大学的宿舍怎么样? 我们大学宿舍还是可以的 我们是四个人一个寝室 然后一般的话 大家也有差不多这个房间 跟这个房间差不多大吧 稍微比较大一点 然后是有上货 也有下面自己的独立的空间 也有书桌 然后其他设施还是可以的 只不过刚搬过去的话 稍微就是装修的味道有点重 你的大学祝秀是什么? 祝秀 对 我学的是社会工作专业 你的大学有多少人 多少老师和课名等? 我大 现在杭州士兰大学的话 它是分苍前校区 还有夏川校区 两个校区 苍前的话 大概有七八千那样子的学生 七八千个人 然后老师的话是 大概有五六百个吧 我估计 因为总共有二十几个学院 你觉得你的课目怎么样? 是说我的专业吗? 对 我的专业的话 其实 一开始我不是 对这个专业没有很多的认同感 但是后来学下去的话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 这个专业在中国的话 发展的虽然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我学到的还是蛮多的 比如说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然后如何处理这种个人问题 我觉得还是有点经验的 你比较喜欢中学的课目 或是大学的? 为什么? 什么? 你比较喜欢中学的课目 或是大学的? 我比较喜欢大学的课目 因为中学的课目 我们基本上都是每天课比较多 然后都是背 然后记 大学的话相对有点自由 有自己的一些空间 你最喜欢什么课目 为什么? 我最喜欢历史 因为我比较还旧 比较喜欢以前的东西 我平时也喜欢看一种历史的小说 比如说明朝那些事讲是明朝的事情 然后也比较喜欢看一些古代的电视剧 在你上过的课程里 你最喜欢哪个课目? 是说我做专业课还是? 专业课 我最喜欢的话是一个 食物课 我们那个课程是由 那个王树英老师教的 他是就是以我们小组的方式 就是去外面用自己去挣十块钱 就是小组活动 挣十块钱 每次活动不能超过五毛 所以说我们那次的话 都是自己就亲手去做盆栽 或者是比如说卖饮料卖水之类的 然后去卖然后去赚钱 以小组 我觉得那个时候 以小组活动 来进行 做一种课程的话 还是蛮有意义的 这样大家 因为大一的时候 大家虽然 刚开始进来都不是很熟悉 我觉得这种课程应该 也可以联络同学们之间感情 你在大学的时候 最有意思的一个经历是什么? 最有意思的一个经历 应该是我做志愿者吧 因为是做那个志愿者的经历是 不管是做十家歌手 然后挑战杯的志愿者 感觉虽然每天都是特别的忙 从早上七点钟起来 到晚上差不多五点钟才能回到学校 但是感觉还是挺充实的 也能帮助到别人其他人 好 谢谢你 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想补充的话 就是我问你吧 还是 我想补充的是 就是整个大学生活呢 虽然像我现在 就是大一大二 两年都特别的忙 每天就有社团的事情 然后又有班里的事情 还有学习自己另外想学的东西 所以虽然每天都很累 像这一段时间作业就特别多 因为快到期末了 然后 但是过得还是比较充实的 等你自己回想过来的时候 就是 嗯 不像 不像 有时候就可以 玩什么的 嗯 还 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大学有 生活有任何一点遗憾 所以我尽量在每天都安排一点 自己想做的事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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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